欢迎收看6月14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微敏 首先带你来关注股汇行情 尽管政府延长全面行动管制令 但依然无阻马股稳步向上 在医疗以及石油股引领之下 马股闭市时收报1582.46点 全天上升7.30点 汇率方面 马币从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点滑落 兑换美元下跌至4.1130令吉 总结上周交投数据 外资整个星期净卖了1亿9386万令吉 散户和本地机构则分别买入 1亿9148万令吉 以及238万令吉 接下来有请BlackNY单元 继花琴银行宣布退出大马消费金融市场之后 再有一家跨国银行集团 在我国丢下震撼弹 大马汇丰银行宣布 其下13间分行将在今年12月31号关闭 受影响客户受促自明年起到指定的分行接洽 而这些分行关闭之后 汇丰在大马依然有54家分行 并否认要退出大马市场 指大马依然是汇丰银行的优先市场 同时会继续在大马展开 人力基建以及技术等等的投资 世霸动力审计1亿云继续上远 在这当儿联合创办人阿王道 却接连减持公司股份 引起市场揣测他抢先跳船 但他强调 纯粹是股市技术性逼仓 并非抛售股权 坦言对公司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目前阿王道持股减少至1.69% 相等于接近6249万股 在审计问题浮现之前 则有2.24%或者是7529万股的股权 而世霸动力今天的股价 犹如坐上了过山车 英伟任安永评估之前 由外部稽查师毕马威 提出事项的真实和准确 带动股价从早盘的 54仙新低直冲至最高 75.5仙 收视报74.5仙 全天大涨14仙 为全场交投最炽热的股项 有超过12亿3000万股一手 最后来看 找工作的时候呢 你最在意什么呢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任世达最新公布研究就显示了 有72%受访大马人 把具吸引力的薪金和福利 列为他们寻求理想雇主的 员工价值主张 接着是工作和生活平衡 占了69% 再来依序是强大的管理层 不受冠病病毒威胁的工作环境 以及雇主拥有健全财务能力 另外报告也指出 受疫情因素的冲击 有17%受访者已经转换了工作 有23%的受访者 计划在今年内转换工作 今天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记得动动手订阅点赞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